现在的最新消息是 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 普京和普里格金似乎各退一步 针对普里格金的形势指控被一笔勾销 他将前往白俄罗斯生活 所有参加兵变的雇佣兵也得到了赦免 最重要的是 普里格金宣布为了不在俄罗斯土地上流血 终止瓦格纳向莫斯科的进军 并下令雇佣兵返回营地 在某些人看来 俄罗斯国本的危机已经平安度过 但实际上大戏才刚刚开始 在我开始正题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俄罗斯国内会出现这么多私人武装 这要从苏联解体的历史说起 当年 苏联的14个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但俄罗斯却面临着一些不愿意分离的地区的挑战 俄罗斯的领导人能否收复这些地区呢 答案是很困难 普京之所以能够成为总统 不就是因为他在车臣战争中 展现了强硬的态度吗 但实际上 他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最后靠着老卡德罗夫背叛了杜达耶夫 才算了结了这场战争 但车臣并没有完全服从俄罗斯的统治 只是换了个新老板而已 劳卡死了 小卡仍然割据一方 其他地方也是类似的情况 你可能不知道 俄罗斯不只有瓦格纳这样一个雇佣军 车臣这样一个半独立武装 其实很多大企业甚至都有自己的私人军队 比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拥有雇佣军 名义上是保护其天然气设施 实际上雇佣军就在乌克兰刷经验 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的领导人 阿克谢诺夫也宣布创建了他自己的雇佣军 寡头安德烈 勃卡列夫组建了一个军事部门 以自己名字命名为勃卡列夫雇佣军 这些都在暗示一件事情 如果普京死了 俄罗斯权力和资源将如何分配 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山头努力 增加划分势力范围的实力 而且俄罗斯的那些寡头巨型公司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要装备 直接向军公体下单就好了 谁还在国防部没几个朋友呢 即使没有俄乌战争这一场 将来内部的寡头们也会有一场争斗 其实普京本人也是寡头 只不过是最大的那个 这也就是为什么 俄国不同于一般国家的特殊结构 这种结构是历史和文化因素共同造成的 不是一个人 甚至一代人能够改变的 严格来说 俄国都不能算作一个现代国家 它更像一个半现代化半封建的帝国 所以 现在低枪才刚打响 用不了多久 好戏还在后面呢 那么 谁该为瓦格纳的叛变负责呢 答案就是普京本人 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 他不想让俄罗斯人民知道真相 也不想大规模地征兆正规军 于是他找到了普里格金 一个拥有私人军队的富豪 普里格金的瓦格纳 雇佣兵团是一支精锐的作战部队 只要给足了钱 他们就能完成任何任务 普京对他们开出了天价 让他们去攻打乌克兰的重要据点巴赫木特 这个任务非常艰难 俄罗斯正规军在这里屡战屡败 但瓦格纳却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就攻下了这座坚固的城堡 这让俄罗斯人民感到震惊和敬佩 他们认为国防部是一群废物 而普里格金是真正的英雄 但普京却不这么想 他觉得自己给了瓦格纳太多的武装 而且还让他们获得了太多的声望 他担心瓦格纳会成为一个威胁 所以他想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麾下 或者干脆消灭他们 他派人去和普里格金谈判 要求他把瓦格纳交给俄罗斯军方 并且放弃所有的权益和荣誉 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 普里格金当然不会答应 他觉得自己被普京出卖了 被利用了 他和瓦格纳的战士们都是为了钱和荣誉而战 而不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 他们不会像七家军那样听从朝廷的命令 也不会像正规军那样服从军纪 他们是雇佣兵 他们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胜利和财富 没有人能够剥夺他们的成果 所以当普京想要过河拆桥时 普里格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 那么反抗便是唯一的出路 虽然经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下 瓦格纳同意停止进军莫斯科 那么是否意味着 俄罗斯的危机已经平安度过了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反叛的经过 这次瓦格纳的公开反叛开始时 就有俄罗斯自由军团的支持 他们号召俄罗斯人团结起来 共同推翻普京的统治 其实在这一集团内 就有对战争不满的军人 瓦格纳方面 自己宣布了进军莫斯科的军队人数 为2.5万人 乌克兰方面说 根据他们的情报 俄军方面这一天 从前线撤走了1700辆军用车辆和重型设备 这些当然并不都是瓦格纳自己的装备 那么有一种可能 就是军方大部分将领 甚至可能都参与了本次叛乱 而且 瓦格纳在进入南部军区总部时 与俄军的将领进行了会面 俄军表示不会加入瓦格纳 但也不会阻止其进军莫斯科 这也就解释了 为何瓦格纳推进的如此顺利 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 原因就是 俄军选择了袖手旁观 那么 从这点就能看出 俄军对普京和俄国防部 是相当的不满 并且普京已经丧失了他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与此同时 就在瓦格纳进军的时候 普京发布了一次电视讲话 指责瓦格纳叛国 但是我们看事件要看本质 这个讲话的内容都可以不看 这件事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普京依然没有在公众面前露面 电视讲话只是录播 甚至你都无法确定 普京是否还在莫斯科 领袖不能公开露面安抚军心和民心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基本上属于自杀行为 越是在军心民心不稳的时候 越是需要领袖出来露面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表示自己尚且健在 并且能够掌控全局 因此就有很多留言说 普京已经乘直升机逃离了莫斯科 普京的这个行为 无疑会严重地损害 他在俄罗斯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 对他的统治是相当的不利 所以综合以上两点 这次事件会非常严重地损害 普京本人的威信 也会严重削弱 他对局面的掌控力 对于独裁者来说 威信无疑是最重要的 一旦丧失了这个 那么他的统治也将不复存在 那么与此同时 其他的势力肯定会开始积蓄力量 正所谓趁你病要你命 这也是独裁体制躲不开的宿命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